南投国中篮球场一直是学生及社区民众的运动场所 而校园也经常举办三对三篮球赛 但是球场后侧最近却出现严重的崩塌下线情况 县议员张家哲日前陪同县长林明珍前往会刊 南投国中校长陈恒旭希望县府能协助改善 那这个地方一直都是学生运动的一个场域 也是社区家长还有我们社区的一个民众到这边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场所 而且常常举办三对三的一个篮球竞赛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县府这边尽速的把它修复 然后能够回复更多的一个运动场地 县长林明珍表示将争取国教署补助 如果没有争取到经费 县府也会自筹款整修 填平坑洞 尽速给学生安全的学习环境 要整个篮球场的PU要重新做的话 一定要把这些塌陷的先修理好 看国教署能不能补助 如果国教署没有办法补助的话 这个部分我们县政府还是要自筹建会 赶快来把它填平 把它整理好 那整个球场才能够实作PC 我想这个非常必要的我们会尽速的来配合 县议员张家哲肯定县长重视学校学生安全 并希望县府能尽速筹措经费 协助篮球场地面改善工程 也要感谢我们篮球县长林明珍 这么用心的照顾了每一个学童的校园安全 我想这个学生在课后或者上课有一个很好的运动场地 对于所有学生在学习成长的过程当中 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县长也特别重视学生每一个运动的项目 跟运动的场地 那我们也希望下线的部分可以尽早尽速的来完成 让我们学生可以有一个更安全跟更好的活动场地 然后来做上课用以及课后的休闲活动 南投国中师生700多人 县议员张家哲 感谢林县长重视学生安全 经会看后及当下允诺改善篮球场地面塌陷问题 也希望县府能争取补助 尽速改善给孩子有安全的校园环境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导